你是否因为排便不畅,被困在风寸之地,直到双腿麻木? 你是否因为分众饮食而一日散步茅测? 你是否因为分辨带血而黄黄和终日? 其实,这些肠道症状都与生活在我们肠道中的细菌息息相关。 一般情况下,肠道内有害菌、有细菌以及中性菌之间保持着三菌鼎密之势, 处于动态平衡,但是当作息不规律、饮食不当时, 就会导致肠道均群失衡,降低肠道抵抗力,引起便秘、慢性忽泄的病状, 导致炎症性肠病、肠硬期综合症,甚至是节肢肠癌等肠道疾病。 节肢肠癌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大恶性肿瘤,早期症状不明显,晚期治疗效果差。 研究发现,聚合缩感菌是节肢肠癌发生发展中最重要的菌种之一, 它在节肢肠癌及癌前病病患者的肠道组织高度复养。 目前,粪合缩感菌风度已经作为初筛指标, 可用于节肢肠癌及其他肠道病变的早期筛查。 因此,从菌群入手,改善肠道微生物是调节和预防肠道疾病的新策略。 目前,临床治疗策略包括益生菌、益生源、抗生素治疗和菌群移植等。 这些策略可以逆转肠道菌群失衡,帮助有弊菌重新占据上风,重建患者肠道菌群的平衡。 但这些策略同时也伴随着风险和争议,不可盲目使用,需要遵医主进行个性化的治疗。 当然,最简单安全的方法还是多吃蔬菜水果,补充膳食纤维的摄入,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。 一旦出现变血,大便习惯改变等肠道症状,及时就医,才是预防王道。 让我们有益君百战不败,长长久久保卫肠道健康吧。